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色狼出現在前三大熱點 分別是中校復興站 台北車站 以及中校新生站 原因是人潮進出最密集 可能就是要多注意吧 因為這個站就是比較 本來就會比較多人 就我會盡量離開他們 對 因為人太多 我也不能跑到哪裡去 沒有 就是會有人貼你很近 就是 對 就是會有人靠你很近 會一直貼著你 那你就大概知道說他在幹嘛 檢院警察調查 中校復興檢院站 堪稱是偷拍狼 最常出沒的地方 以這個長長的電扶梯來說 因為階梯的高地落差 可以延長偷拍狼的犯案時間 從106年到110年的報案紀錄 女乘客最常在手扶梯被偷拍 總共有69件 而性騷擾則最常在車廂裡發生 根據時段分析 性騷擾的案件 以早上6點到10點最多 偷拍事件則多發生在 晚上6點到10點 都是上下班時段人潮密集 色狼最容易下手 就是自己要警覺性要提高吧 如果有覺得好像有東西碰到你的話 可能就是要看一下 我們不要只低頭發手機 針對色狼 弦竹手 以及偷拍群底的不雅畫面 捷運警察已經在各大犯罪熱點 增派人力巡邏 但還是有治安死角 女性乘客搭乘捷運時 不要落單 結伴同仁 也是自我保護 減少捷運色狼靠近的機會 3D新聞 孟國華 林紫棋 台北參謀報導